敵逆發財狀況用客戶 對於國律中在西藏城管盤第遙促進行高壓政策 烹核地打擊 對於這些問題在國際上都有難受 但實質問題看來似乎沒有很大的效果 所以,在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律师,他们对于西藏问题,尤其是中国大陆内部的一些律师。 中国政府被逮捕,关押的那些政治犯,尤其是西藏寺院的出家事部,在他们的判刑之前,在法院里面,这些律师给予他们很高的支持。我认为这是一个很珍贵的事情。 西藏寺院的大陆内部的律师签名,表态了他们愿意支持西藏的那些看法。 所以,这个我认为非常珍贵。 所以,中国的知识分子跟那些中国的佛教徒能够对于这些问题的支持的话,我相信这个效果一定会很好。 所以,在中国经历,对于宗教的那些,忠实跟宗教的兴趣越来越大,这是很清楚。 西藏寺院的经历,基督徒能够越来越多。 南方的佛教徒能够越来越多。 西藏寺院的经历,尤其最近几年来,他们重视藏堂佛教的人也越来越多。 。 西藏寺院的国家知道洋教徒能够越来越多。 西藏寺院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 西藏寺院的经历,越来越来越多了。 西藏寺院的经历,越来越多了。 西藏寺院的经历,越来越来越多了。 所以我们去接触那些上师或者学习佛法的时候,必须要学到真正的佛法是很重要的。 那有些人,据我的了解,似乎在隐以约约在不公开的情况下,学习一些佛法的时候,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老师跟上师,这是很危险的。 所以这样的话,我们在宗教的人士里面也说不定会出现一些腐败的现象。 那我们在一个自由的环境下,如果能够在宗教上面举办一些交流的会谈, 这样的话,讨论的方式,如果能够在宗教上面举办一些交流的会谈, 这样的话,讨论的方式,如果能够在宗教上面举办一些交流的会谈, 以后,如果要学到宗教的话,对于事情是很有帮助的。 因为共产党前万没有办法阻止信仰,因为信仰是无法阻止的。 因为共产党,他们自己也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, 所以,现在似乎变成了共产党领导的资本主义社会。 没有社会主义。 所以,人家对于宗教的那种兴趣,宗教的重视是没办法阻挡的。 所以,在没有办法阻挡的情况下,人家去鬼鬼祟祟学那些东西,那会产生很多社会上的问题。 所以,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。 所以,把一些关于佛法的书籍,能够把它议成在汉位里面是目前我觉得很重要的。 当然,在东西的中国政府谈论。 所以,如果我们投意中国政府讲的话, 就是妖魔打赖写的那些书籍啊,现在在大陆内部发行是很困难的。 妖魔打赖写的那些书里面,内容里面都合乎事实跟实际。 在我所有的书籍里面,我根本没有谈过,我有神通,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信仰的话,你们会变成很好的人。一直没有这个问题。 特性,特性,特性,特性。 如果这样的话,你就走到天长。 近土。 我从来没有说过。 自然,大坦达,就能处理一个浪漫的浪漫基础。 能处理一些浪漫基础。 因为我们谈到宗教的时候,不是老师的弟子的问题。 必须要交谈,互相讨论的方式,能够学到的话,这是很重要的。 嗯。 第三, Emeria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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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目前跟美国跟欧洲社会里面,很多科学家跟我讨论关于宗教方面。 这不是我讲宗教, 就是跟思想方面跟宗教对谈是很重要的。 嗯。 嗯。